新加坡 要想新加坡近年最HIPPO店 黑之汗一定榜上有名 巨型彩色塗鴉場 特色文創小店 個個都拼離半天 到處逛逛打卡 其實走入兩條街 還有這間店屋改建而成的藝術酒店 找來日本、馬來西亞和上海藝術家粗刀設計 你看門口都認過人 雖然酒店只有15間房 不過每間都有不同的主題 好像公雞、啤酒、媽咪、白雲 就連格局都不一樣 引來一家大小 死黨閨密都想過來住 現身區和戶外小泳池都在二樓 如果注重泳池旁邊的房間 換件泳衣出來就可以跳入泳池 站在店屋之間的泳池 雖然不喜歡游泳 不過可以坐在西瓜大水泡上面 慢慢客氣和朋友打卡都夠輕鬆 溫馨提示 水池有三分一部分都設計成玻璃底 看下去就是餐廳 當然別人惡膏頭也會看到你的泳池 酒店旁邊還有新加坡第一間相機博物館 館內有超過1000部古董相機 還有小到手指頭尺寸的全球最迷你相機 有些古董相機竟然眼看手可凍 任大家拿上手試玩 試一下把手機鏡頭 貼近觀景窗拍照 效果像不像加了一個復古相機filter 館長還會教你擺姿勢 下次見